今天是考前 今天是考试之前的第一周 考试之前的一周的周六 给学习上班课已经很累了 已经到七点了 但是我决定还是认真的复习 所以我要先做一套听理题 等一下要对一下答案 虽然只是练习 我还是带登段了 然后 我听完开始听 然后我听完了Section 1了 我就会发现 我第三题走神了 所以这题错了 然后第七题的第八题 虽然都是对了 但是我发现 我做这两道题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问题 第七题是对的 然后第八题 应该是some boys ask for the time then ran off 我是在听这个故事呢 但是我发现我审题的时候 忘了看这个details of suspect了 所以我审题错了 所以我这个section 我判我自己错两个 就做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明天就要注意 section 1 身题的问题 要记在我的脚本本上 第一个问题是身体 明天就不要出这个错误 再来part 2 然后做part 2的时候 我就跳了 中下的instruction 我就别人听了 That is the end of section 1 然后section 2了 这题你们会做吗 就是盯着这个核心词看 它说的要么就是可以做 要么不能做 要么就是有一些限制 可以做答对够 不能做答差 有些限制 外部不好 然后这个题 你看我都写完了 然后这是section 2 我对了一下 我都听到了 没有漏空 可能section 1真的是 太久没做题 出了什么鬼 You will hear two urban planning students 叫你们看得见 called Carla and Rob 全部都是 长者语 都要广角 读题杆 following instructions from their tutor First you have some time to look at questions 21 to 25 那就看21到25题 看个题杆就OK了 然后这记完笔记之后的话 就都不对答案 不写答案 直接做26到30题了 笔记都记下来 你就跟自己 跟他自己说 反正都对了 就看下面的了 然后这个就做完了 然后这个做完了 就都听了 然后就做section 4 你们记得啊 你们自己做section 4的时候 记得啊 你们做section 4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读这个title 看好了一个字读title 然后读这些小title 我不是欺贴我的莫尼卡 我只是给你们提示一下 读这些小title特别重要 energy that uses the power of the sea first you have some time to look at questions 31 to 40 给大家看 然后你读题就会看到 它就是考三个energy 一个是wave energy 一个是什么t energy 然后没有了 就考两个energy的利弊 基本上文章的折构就会知道了 你看你看你看 它说是听文章听结构 人家说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energy 我刚才就发现我题少看了一个 这还是一个 还有一个summer summer是有没有考题嘛 但确实是三个energy啊 听结构 你看这个题就有一个 它有一个那个陷阱在这 它说是on the ocean floor 但是题是ocean 所以这个题要定位好 那个movement of sand 坐楼都快睡着了 好个题啊 就像你们这种 跟我基础一样的学生 模拟考还是要做的 你看我还有次天才考试 我真的要开始做模拟考 我带着你们一起 做啊 我可能要做一个月呢 告诉你们一个小技巧啊 这个题三六题有点难 但是空格前面是借词的时候 原文里面借词不变 我就听听他什么creative的blah blah in the bay 然后我就把这背给写下来了 懂我说的意思了吗 所以不用想太多 这都是套路啊 你们说他读这些的时候 你看不看这儿 还是看着 靠起来人家在讲什么事情 刚才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啊 他读这个release的时候 它是重音读的 所以你们就应该知道 当出现重音的时候要么就是提示词 要么就是那个空格的答案 就是这两件事情啊 所以section4就等于白给分的 好吧这题做完了 混准了啊 这样这一套题我就做完了吗 section4做完了 然后给我自己判全对了 因为我每一个都听到了 然后这个时候肯定要腾答案了嘛 腾答案的时候回去看我那个选择题 刚才怎么选的 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 疼答案不是说我不是这么疼的 真正考试的时候疼疼答案 从第一题开始疼的 但是这不是模拟考吗 节省时间 然后就 哪有那么长时间做模拟考啊 生活那么美好 然后就 但是也是要做的 我带着你们做就让你们看看 我每次听了一个高考吧 我也是要做 真的 我这次可认真了 现在变成特别乖巧的孩子 然后我现在就看这个 我把这几个都选了 刚才我记的笔记 你们看不到我的笔记 嗯 我的笔记特别乱 明天做模拟考 我把笔记也给你们看上啊 我看看能不能拿那个 我不能用iPad 我要用iPad记笔记吧 那个 我明天嘛 明天我看看怎么把那个 嗯 我 我的笔记 嗯 给你们放上 明天的模拟考啊 简单描述一下 这第一个题 他说他surprise 不是 他就是surprise 那那个城市 特别大的城市都在海边了 就我都记得住 include most of the worst largest cities 应该是B 因为我听的时候记笔记 我知道他在聊什么天 所以你们听这个就像听故事一样 一边记笔记 就想上他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 嗯 building coastal cities near to rivers 嗯 may bring pollution 他说的是pollution了 但我后面两个也看看 reduce the land 他没有说 mean the countryside is spoiled by industry 没有说这个spiried 他就说 会说是有这个pollution进去 他不是说什么agriculture什么 就会有pollution 然后23人说 我都不需要看完这个笔记了 what mistakes 我记性最好 made 哦 这个mistake就是他没有 他那个管道嘛 他不知道 miami这个地方建的时候 他不知道有那个global warming 然后现在他妈全部都不能用了 不是not enough 他那个level是不对的 didn't allow for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所以选sea 然后Ircity 选应该是对的 what do Ircity think that authorities in Miami should do immediately immediately的话 我记得 我想一想他自己说了什么 我看这个题干想 我实在也不想对笔记了 take a message to restore ecosystem 没说 pay for a new flood prevention system stop disposing waste materials into the ocean I should see 他说不把这个水 不对不对 他先说的是 他现在做的是不把水放河里 后来他说你应该去replace它 应该是a new flood prevention system so应该是b 对 这个建桥十四那么容易 这题有问题吧 你们也觉得建桥十四容易吗 哪一个套题比较难我做那个难的 明天咱们做建桥十二了 别老做这一个 明天做几个 明天分类做题 明天开始 可能做一套模拟题 再搞几个分类型的题 what do they agree should be the priority for international action 明天搞地图题啊 我上次地图就没考好 what do they agree should be the priority for international action 搞一个principle吧 他不是说 greater 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mor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greement on shared policies 对应该是c 但这题我不会 我没听清 这题就算划掉了 所以整套题 我错了第一个section 我说我错几个来了 由于没听到 天哪 那个apartment的题我都没听到 我就属于半睡眠状态 然后这个什么apartment 还真的是current address 我没有划 所以我第一题的那个省题 真的是有问题 但我后面就好了 所以你们上来第一题 如果要错也是跟我一样 平时模拟考做的太少 然后我写了一个七和八 也是做题的时候方法还是错的 所以这套题应该是错了四个 所以这套题就是不及格了 因为要保八分 错了我要保八点五分 所以错了四个就是不及格 所以我明天就要认真看我省题的 明天就是一定要记得 省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说四个 section one错两个 section one有三个题都是省题错了 刚才还有一个选择题 所以变成了四个 真的是 对了答 Canadian finish a park 哎park我听到了 哇塞真的是park 二五零凤 九月十号 Museum time Blonde 这些我都听到了 然后A和C B和E 这个我都选对了 然后 这个题选的 15是BBCAAC 这个对了 然后再往下是BACB 最后一题不会 25题 25题错了 所以错了一个题 对吗 然后 26都对了 BAFGC 这个都对了 然后BAFGC 然后 没有27我错了 27写的是F 不知道是怎么错的 错了两个 所以你们看 这题错了两个 有一个还是我自己没有估测到的 所以就相当于 嗯 相当于错了 第一个section 我说错了 那几个还都对了 所以这个 铁定不及格了 所以明天要提高一下 错了两个选择题 哎 我错了一个选择题 是因为我记到 那个最后一个题的时候 太困了 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错了一个选择题 提高不了了 那27题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27题是我错了那个 那个visual image的时候 我本来喜欢是A的 就27题 27题的故事给你们讲一讲 你们也是像我一样去分析自己的错误 27题故事是这样的 哎哎哎哎 什么都怪怪的 27题啊 27题是这个题就不能看着这六七八九十从这选 就是要计比自己 我就看着六七八九十从这选的 因为我觉得这题特别容易 然后我就没有按套路来 没有按套路来 导致了27题选就graphical factors的时候 我知道是那个use visuals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我听到一个hand out 然后 所以你看如果你这样看着框框里面帮你选的时候 你就不注意听了 特别容易出错 我这两个就是这么错的 这要是考试 我就完了 所以明天继续做听力吧 你们不要总是对听力有过多的幻想 考8777的同学 像我一样 所以我明天要避免 第一个section那个 审题的问题 就选择题错一个是正常的 但是要记得这样的题就不能调步骤 然后明天就做 明天我准备 不做模拟考了 明天我还是做一套模拟考 然后我要分类做 明天先做地图题吧 因为地图题是 做几种不同类型的地图题 是那个听力课里边的 我做那个题 所以这样加起来 我明天就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听力 OK 今天已经不舒服了 但今天作业做完了 今天我还要复习写作的逻辑卡片 逻辑卡片 我给你看